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5.5英寸1080P的触控屏和4400毫安时电池 搭载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和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 并分别搭载联发哥黑柳X20和黑柳X25处理器 提供了三种版本科学 两个型号都具备双卡双带和全网通功能 并配备了5.5英寸M的屏幕 而这次M的屏幕根据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均来自于国产的京东方和辉光店 支持1080P分别率 至于电池容量为4000毫安时 重量177克 提供了金色 银色 黑色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同时两个型号的新机都搭载的是安卓6.0系统 同时在处理器 内存和存储方面都有差异 其中一款型号搭载的是2GHz的10核处理器 所以应该便是联发科黑柳X20处理器 拥有3GB ROM和32GB ROM的存储组合 并支持存储卡扩展 而另一个型号则搭载2.5GHz主频的10核处理器 所以应该便是联发科黑柳X25处理器 并提供了3GB和4GB ROM的两种内存配置 拥有64GB和128GB的两种存储版本 因此这也意味着红米Pro将会像小米5那样提供标配 高配 尊享等三种版本可选 预计在售价上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而在此前来自跑分网站Geekbench公布的信息来看 分别搭载联发科黑柳X20处理器和3GB内存 以及联发科黑柳X25处理器4GB内存 所以结合此次工信部公布的参数 基本上可以认定红米Pro将会有高低配版本的推出 并在处理器和内存配置上有所不同 售价方面1299元起售 不过工信部此次尚未公布两个型号红米Pro的备案照片 但由于该机所配的主摄像头为1300万像素 所以也基本证实了此前网友爆料的红米Pro 搭载1300万像素索尼的IMX258传感器的传言 具备相位对焦技术 镜头光圈为F2.0 相比同样采用双摄像头的华为P9R光圈更大 同时红米Pro还传闻采用前置指纹识别技术 具备快速充电功能 并且8月份将更新指纹支付功能 至于大家关心的价格方面 目前传出的消息为 标配为1299元 高配为1499元 而顶配的尊相版价格为1999元 至于消息的真实性 则会在今天下午正式揭晓 除了发布红米Pro之外 预计还将发布小米笔记本 搭载Win10系统 现在一次小米笔记本的海报曝光 正式名称为小米笔记本Air 分别为两个版本 分别为12.5英寸 主打轻薄 另一款是13.3英寸 配置独立显卡 而这一次 一次小米笔记本 增机曝光的消息 近距离展示了小米笔记本 和键盘的部分 采用金属底座 支持Type-C接口 好了 今天的科技资讯就到这里 作为一个新司机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既搞机也卖机 希望小伙伴多多支持 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